哈喽大家好 我是奥等 今天和大家分享Singbox不同节点出入站的配置 以及对应的URI 打开我的博客 我已经把Singbox支持的大部分的代理类型都整理好了 并且都测试过没有问题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是Soft 这里是URI的使用 Inbound的话就是服务端的配置 Outbound就是客户端的配置 还有ShadowSource 同样也是URI的使用 Inbound Outbound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格式 然后就是Wimap的TCP的使用 WebSocket的使用 GRPC的使用 还有Wilax Trozen Hethery 2 还有那一Poset 不过那一Poset它的UI 是只有部分客户端支持的 TIC 还有这个ShadowTLS 最后还提供了一个Singbox的一个测试模板 这里是客户端的配置 下面是服务端的配置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除了通过博客的笔记查看 你还可以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 然后发送GangSingbox命令 它会返回一个内联菜单 你可以操作这个菜单来获取对应的配置 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 和大家讲一下Select的使用 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一份配置模板了 Select一般是用在客户端比较多 Select是选择器的意思 也就是定义一些规则 然后把这些规则可能用到的节点放到Select中 就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来选择这些规则 使用哪些节点来连接了 接下来详细的和大家讲一下这份配置文件 有些朋友对Singbox客户端配置已经比较了解的就可以跳过了 首先上面这里是日制的配置 包括日制的输出级别 是否禁用日制 还有是否显示时间戳 然后接下来是DS的配置 首先第一个配置上是Server 它是一个宿主 用于定义多个电视服务器 我这里是配置了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国内的阿里云的电视 这里是标签 然后这个阿里云电视是使用直连来出战的 这个是电视的一个地址 最后这个是策略 也就是这个阿里云电视优先采用IPv4的一个解析 你也可以改为其他策略 然后第二个我是配置了一个Calfair的一个电视服务器 这里是使用代理来出战 然后策略同样是IPv4优先 然后第三个一般是用于屏蔽DNS的 接下来就是DNS服务器的一个规则了 首先看一下这里 这一段是其实是配置了一个server server参数就是使用哪一个DNS服务器来解析这里面的一些规则 我这里是使用阿里DNS来解析的 它里面包括内容就是如果你是出战的一些域名解析 也就是你的代理节点如果有用到域名的话 这里是通过这个阿里DNS来解析 然后cash mode就是如果你是直连模式的话 也是采用阿里DNS来解析 包括一些路线的一个配置 国内的网站 私有的网站 还有这个点线结尾的一个域名 都是通过阿里DNS来解析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采用calfair的一个DNS服务器了 我这里只定义了一个规则 也就是如果你是cash mode为全局模式的话 就使用这个国外的calfairDNS服务器来解析 第三个就是屏蔽这个广告了 这里是路线就是一个广告的一些规则 然后是通过这个block来屏蔽的 下面这几个参数就是是否进入缓存 是否进入过期 还有配置一个 还有配置一个默认的一个一个解析的一个 一个电视服务器 我这里是配置了calfair的 还有配置一个全局的这个 解析这个策略 我这里是优先IPV式的 但如果我上面这里其实是已经配置好了 所以他这里是应该是采用里面这个配置向的 如果你这里没有配置的话 他应该是采用下面这里的一个默认的一个解析策略了 然后DNS大概就这样子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路由的配置 首先第一个配置上次final 也就是当所有规则的不匹配的情况下 使用哪一个出站 然后第第二个就是配置 网络接口一个自动选择 然后第三个就是配置这些路线 也就是大理规则机了 我这里是都是使用远程的大理规则机 这里是使用二进制格式的 定一个规则机的标签 然后类型是远程的 然后定义这个下载的URL 我这里配置的规则机 都是通过代理来下载的 因为如果你是使用直连的话 有可能是下载不了的 我这里只是定义了一些常用的规则机 如果大家有其他需要 可以自己添加不同的规则机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路由规则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dns的规则 把它dns的请求拦截到我们 而signal内部来处理 第二个就是直连的一些规则了 这里是包括私有IP 域名域名关键字 然后ahodray 然后路线就是一个私有网站了 cashmore为delete 也就是直连模式的时候 是采用这个直连出站了 我这里只是一个案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 去调整对应的一些规则 然后第二个接下来 这部分就是代理的规则了 我这里是定义了一些域名 还有路线 cashmore为全局的话 就是采用代理了 同样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添加不同的 这个规则就ok了 然后接下来这些就是 基本上都是select的一些路由规则了 因为我这里定义的 这些都是select的out放来的 首先这里是 某个域名 如果你是要长时间 保持它是可连接的 你可以使用这个auto 我这里auto的意思是采用 urlselect urltext的这个 这个 这个类型的 也就是你是过 过三分钟 它会自动去检测你这个节点是否是 还能连接的 如果你不能连接它会自动去切换的 这里的类型就是urltext的一个类型 它这里会测试你这里定义的一些节点 如果你这个节点不可用 它会切换另外一个节点了 最后这个参数是这个 延迟的一个间隔 如果你这个测试它的结果 延迟差是在50以内 它不会切换的 如果超过50它不会切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上面这里 这里是定义urltext的一些规则 这个select的规则 包括电报的国内的 我这里还多定义了一个国内的 因为有的有些时候 国内你可以采用不同的一个策略的话 你就定一个select 然后流媒体的一个select的规则 包括迪士尼啊 Nephi啊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自己去加 把它导入到这个select里面来 还有一个udp的select 最后就是 禁止广告的一个规则 这上面这些就是 路由规则的配置了 接下来是inbound的配置 我这里配置了两个inbound 上面这个select也就是混合 混合了htp和soft的一个 系统带领 下面这个是tun模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就选择不同的一个入站就ok了 首先这里是定义这个类型 这里是max 然后定义一个标签 监听的一个地址还有端口 然后是否开启tcp快速打开udp这个分段 然后这个呃 流量tun是否覆盖这个呃 域名 最后就是是否自动设置这个系统带领 下面这里是啊 tun的一个配置了 首先是标签 还有类型是tun 然后接口名称 有些系统它是不能这样指定这个接口 因为它名称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又可以把它删掉来啊 试一下 还有这些其他的都是 啊跟上面差不多了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ip的定义 ok 接下来看一下奥班的配置 首先前面这三个是常规的奥班 也就是直连 还有这个拦截的 还有这个dns的 然后下面这些是可以是定义的 我这里是配置了四个节点和大家演示 这里只是一个案例啊 它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配置 只是给大家演示的 就举个例子 我这里配置了两个 呃 vlex的美国节点 还有一个vmax的三感节点 vmax的日本节点 然后下面这部分就是select的定义了 呃 这里定义一个代理select 代理一般的话 你就把所有节点都放到这个奥班里面 就ok了 就代表这个代理是可以选择这些节点的 还有最后添加一个auto 也就是url test的一个使用 一般都是这样去添加的 上面这个default就是默认的一个节点 这是代理的select配置 下面这里是国内的一个select 一般的话我们 呃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 呃可能会设置国内的也走代理 那这样的话你又可以配置这个呃 国内是使用直连的还是使用代理 当然time on肯定是使用直连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刚才说过的url test的一个配置了 接下来是流媒体的select 那当你这里outbox的话一般是添加一些可以解锁流媒体的节点 就举个例子 我这里香港和日本是可以解锁的 我就放到这个select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是open ai的 那open ai一般都是美国节点才能用的 所以我就可以把美国节点都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电报的 这里是根据自己需求去添加就ok了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udp udp的话因为有些情况我们可以 想把那个udp给禁用了 你就可以添加这个block进去 还有添加一些支持udp的一个节点进来就ok了 因为并不是所有节点都是支持udp的嘛 然后上面这部分就是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outbox的一个配置 包括select的一个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 最后看一下实验性的配置项 首先是cache file的定义 包括定义这个文件输出的路径 还有这个cache id 是否缓存face ip 以及是否启用这个cache file 一般按照这样配置就ok了 下面这部分是cache api的一个配置 这里是配置这个控制器 也就是你访问这里 这个cache api的网页的一个地址 以及这个端口 那如果你是只是想本机访问的话 你就设置这个回环地址就ok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其他设备访问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ip改为你当前syncbot 运行的这个机器的ip 然后下面这些的块你可以不用修改 这里是多了一个密钥 就是添加一个密码来验证的 你可以设置密码 我这里就不设置了 ok syncbot select配置文件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和大家实操的演示一下怎么去使用 首先我这里先连接到我的vps服务器 我们需要先部署这个代理节点 我先安装这个syncbot 这些我就不和大家解释了 因为我之前视频也详细的和大家讲过了 首先安装这个syncbots 按照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配置这个代理节点了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我刚才这个笔记 我就随便选一个吧 部署个heteria2的一个配置 首先你把这个服务端的配置拷贝一份过来 拷贝过来的话就是需要配置这个inbound 我们就随便找一个代理节点 找这个heteria2的 然后把inbound拷贝下来 粘贴到inbound的配置项里面 但有些配置是需要修改的 包括这个带款的配置 服务端是一般配置这个上行的 我这里就用300兆 然后配置这个密码 还有这个域名 我这里这些提前已经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直接配置了 ok 这样子基本上已经配置好了 然后保存退出 启动信号 启动完成之后 查看一下状态 ok已经正在运行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配置客户端 客户端我就用本机来演示就OK了 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信号 查看一下版本 当前版本是1.8.8 然后编辑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回到刚才的配置 select的配置 把它拷贝下来 需要修改一些地方了 首先把这个inbound的这里 我这里就用系统 这个mix模式 把这个tune的这里删除 然后这里就是配置不同的节点了 首先回到这个文档 我刚才是配置hethery2了 找到hethery2 把这个outbound给拷贝过来 这里就填我刚才的配置 然后我这里就命名为日本节点 然后带宽配置 300兆吧 UUID 看一下我刚才的UUID 把它拷贝下来 还有域名 OK这个节点就已经配置好了 那如果我们要演示select的话 我们至少要两个节点 我这里就不再去安装其他了 我就用我之前 之前部署过的一个节点来给大家演示 我这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出站 把它拷贝到这里面来 把它名称改为美国节点 然后的话就已经配置好了 那下面这部分的话多余的就把它删除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有一个日本节点还有一个美国节点 那我们就可以配置select了 首先我们日本节点是默认的节点 这里代理的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美国节点 把这些多余的删除 那这里代理的话就有三个 一个是自动的 一个是日本美国 也就是全部都在里面了 然后直连的话 这里不用变 这里 URL test的话 就把所有节点都放到这里面来 接下来是流媒体 我这里就假设 日本节点是可以 解锁流媒体的 或是两个都可以 我就全部放到这里面来吧 等一下和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个分流是否生效呢 可以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OK 那接下来open ai 就很简单 因为美国是支持的 日本应该是不支持的 我就假设这样子 然后就把美国节点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电报的话 你可以把全部都放到这里面 把它全部放这里面 最后就是UDP的 然后看一下这里 这个villess接点 美国接点应该是支持的 包括上面应该都是支持的 那我就全部放到这里面来吧 但他目前是已经vlog了 我可以把它改为日本节点 或者是其他 我这里就不动它了 然后最后的块就是配置这个地址 我这里是配置等级就可以了 9090端口 这里不用变密码 我就保时空了 然后接下来就 基本上都已经配置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启动去看一下了 可以看到他已经通过日本节点来下载 其他本资源了 而且规则机已经更新成功 就代表其实我们的网络已经没有问题了 包括UI 他已经正在下载 已经下载成功了 因为他这里已经坚定上这个 CacheAPI的地址和端口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我们打开浏览器 输入我们这个地址 因为我是没有设置密码了 所以他直接就能够进来这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就是 流量的一些信息 上面就是一些会种 上面就是个图表 下面这部分是内存的一个占用 可以看到他目前是占用比较小的内存的 那接下来我们点开大理这个菜单 我们进到这个页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个selector 包括一些URL test的一个选择器 那我们当前大理是使用了四个日本节点 国内这里是直连的 然后URL这个auto这里是 因为他的原始是最低的 所以他是选择了日本节点 因为美国节点的原始是340多 然后下面这是流媒体的一个selector OpenAI电报的 UTP 还有这个全局的 那接下来我们打开谷歌来测试一下 查看一下IP 可以看到我当前IP是38开头的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节点 那我们尝试去切换一下节点 看能不能生效 首先我们查看一下右上角这个配置 我们需要把切换大理石自动断开 然后再就连接 把这个勾上不然的话 我们可能没办法看到这个效果 那你正常使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关掉 我这里是为了测试把这个打开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切换一下美国节点 然后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看IP有没有切换过来 可以看到IP已经发生变快 就代表我们这个select这个选择器已经生效了 然后我们再切换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IP又切换去了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select是不是生效了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那个流媒体啊 是选择这个日本节点的 那我们打开Netflix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Netflix这里是显示这个日元的 包括标题这里是显示这个Netflix Japan 就代表我们当前这个Netflix是一个日本的一个IP访问的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把这个节点切换到美国节点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Japan已经没有了 然后下面这里已经显示这个美金 就代表我们其实已经切换到美国这个区域里面了 那就代表我们这里所有这个select都基本上都生效了 那我们可以回来把这个开关给关掉 那这个开关作用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是一个美国的 然后我们尝试切换一下回日本 那当然后我们再刷新 那其实他是不会切回去的 因为他旧的连接是没有断开的 所以就是保持一个连接 但如果你是有新的连接进来 他也可以使用这个日本节点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使用旧连接的嘛 就是我这里那个开关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面板 这里是规则的一个列表 还有这个连接 就当前活跃的一些连接 包括它是 规则是哪些域名是什么 节点是怎么怎么流过来的 是通过哪个规则流到这个节点的 还有连接时间下载速率 还有这个汇总信息啊 目标IT秀探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这里面查看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日志 日志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命令行来打开的 所以他这里是 还是会输出日志的 我以为他是不会输出的 他这里同样是会输出日志的 然后又下载这里有个暂停刷新的按钮 如果你想把这个页面定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开关打开 然后回到配置这里 这里也可以动态去修改这个日志的输出级别 然后我就把它修改一下 所以这里好像改不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这里是目前是改不了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我配置有问题 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我们配置已经斜死了 所以他这里是没有动态修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一个mode的一个选择 这里其实他默认就是一个 也就是路由规则集的一个模式的 如果我们现在是选择这个全局模式 我们先把百度打开查看一下IP 可以看到这个IP是我国内的一个IP来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把它切换到全局模式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他这个框没有出来我们再输入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IP也没有发生变化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个规则里面 这里的规则可能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查看这个连接面板 看一下他到底是走到哪个连接 可以看到他很多都是走到直连里面去了 那就有可能我们这里有一条规则是覆盖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配置了一个关键式是百度 他是走了直连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尝试把这个规则改一下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百度给删了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一下 先把整个给删了 然后再来重新一下 然后我们卡看一下配置 我们现在是全局模式的 刷新一下页面 现在是IP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连接这个页面 就看到我们的规则没了 所以他就走了这个代理这个规则 匹配这个全局模式 OK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和大家讲完了 还没有订阅DV分享频道的朋友 麻烦帮我们订阅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是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